毕竟,每一日在生与死之间游走,在血雨泪之中禁欲,无人不渴望大获全胜之日的早日到来。 不过,这些人谁也不知道,这次逐日之战的胜利,比起上一次,其实要来得快得多,也轻松得多。 只除了,一个人。 蓝战,我们赢了魏无限轻声说,眼中的那种无限感慨,就连蓝旺鸡都无法完全读懂。 魏英,若无你,此战必更艰辛数倍狼王击回到,眼中的珍惜与信任几乎化为实质,曾经常年冷若冰霜的脸也不知何时起多了一丝人间烟火气。 身旁一众修士也附和着,不错,全靠魏公子的计谋,我们才得以指导温若寒的老巢,把温狗一举歼灭。 不光如此,魏公子,剑法也十分了得,小小年纪,剑术就如此高超,实在是英雄出少年哪。 依我看,魏公子与兰二公子你们二人可以称作是年轻一代中的绝代双交,惯绝当事啊。 魏无羡闻言,一时凝噎,脑中瞬间闪过了许多画面与言语。 阿线,你刚才怎么跑得那么快,师姐都来不及和你说几句话。 魏英,停下。 魏无羡,你作恶多端,人神共怒,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 魏无羡,去死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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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魏英,明日过后,你与我一同回云深不知处吧。 我听见叔父昨日和兄长说,魏英辞子倒也不错,他不会再为难你的,你我一同回去吧。 懒忘机含着奇迹的话,将魏无羡历史拉回了现实,被当下的温暖包裹,驱散了多年前的噩梦。 世人之言总是世上最无用之物,无论是包赞,亦或是辱骂,都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事,他们说过后便罢,毫无意可言,当真往心里去的才是愚人了。 话要看是出自谁人之口,这包裹着檀香气味传来之语,才有着真真正正的温度。 魏无羡立刻走上前去牵住了狼望机的手,答道,回,回,回,我和你回去。 见他们二人食指相合,并肩而立,身边那些刚刚还叽叽喳喳高堂阔论者的修士们,立刻变十分诧异的模样, 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们,凭着呼吸,一时之间安静无比,落针可闻。 魏无羡拉着狼望机离开之前,还走到刚才发表了绝带双交论的那人面前,挑眉一笑,高声道,绝带双交就算了,绝带道理我看的还不错,哈哈哈哈哈哈。 被那些人被雷劈了似的表情逗到,魏无羡拉着狼望机走着还一直笑着,笑着,哈哈哈哈哈哈。 魏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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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了。 蓝望机的声音仿佛是从遥远的天边传来,魏无羡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,脑中还有些混沌,他出声道,蓝战。 一只宽厚的手,俯上了魏无羡的额头,蓝望机温声道,酒醒了吗?还难受吗? 魏无羡猛地一下子坐起,看向蓝望机的脸,还是那么清俊,端正,只是分明不是刚刚还在和自己说话的那副少年面孔,而是成熟稳重的那个,是自己相伴多年的道理。 真真正正,原原本本的蓝望机。 理智一下回笼,眼神片刻便便地清明,原来都是梦娜魏无羡有些恍惚地想到。 招露一杯,原来,是醉梦一场。 魏莹,怎么了?你是才做了什么美梦? 一直在笑蓝望机附身过来,亲密地揉了揉魏无羡的脸,问道。 魏无羡抬头望他,眼中仿佛揉了万千爱意,答道,你,我梦到了你。 我梦到了一个少年,他教我如何去更好地爱你。 我会像爱从前的那个少年那样,去爱现在的你。 幻境在美中是梦,珍惜眼前是未真。 没睡到小的那个,大的这个可是想怎么睡就怎么睡的。